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舆论也不断升级 后来甚至有人将Dia的一些比赛片段逐针揣摸 实锤开挂 视频映出 玩家化人 整个CNOW几乎都在谈论这件事 却心少有人愿意站出来 为Dia发声 舆论从一开始的质疑 彻底恶化到了无敌性的人身攻击 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 Dia不忘自我调侃 如果我们打他们 我们赢了的话 不会把我的核心科技 我的IE3.0送给他 但背负着重担的路 注定是辛苦的 Dia在APAC后续的比赛中 状态不佳 队伍在世界赛上 也仅仅止步八强 在此之后 暴雪官方的蓝帖给出回应 观战系统不能体现玩家真实操作 会出现丢针和准心评仪等现象 他默默发布视频自证 然而那个时候 几乎没有人承认误会 也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 然而这样一个饱受舆论压力 全往嘲讽的Dia 却丝毫不在乎周围人的言论 他迎着风暴 依旧选择踏浪而行 2020年 NEXT的冬季赛 守望先锋总决赛的舞台 他身法飘逸 跟枪稳定 在Dia的带领下 CC战队再次拿下比赛的胜利 而这 已经是他今年拿下的 第十座比赛冠军 对于一个职业选手 有比赛打 就是有前进的道路 加油 我们支持着你 祝你上岸顺利